大家好,我是郑静明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析一下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别人能够发现的一个 新的形式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 旧有的国际秩序 原有的国际秩序 现在正在解构 随着这个 乌克兰战争 还有台海 局势的一些新的动向 现在正在解构一个新的世界格局 正在向我们走来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 就是我这个节目 不想 再花太多的时间 去说服那些 被西方主流媒体 带节奏的那些 那些笨蛋们 也就是说那些 跟在 西方政治正确后面 谴责 俄罗斯是邪恶的入侵者 承占英国和美国 北约是正义力量 承占乌克兰是英雄 乌克兰政府是英雄 总统是英雄那些人 这些笨蛋们 他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永远都被带节奏 不是被中国共产党带节奏 就是被西方主流媒体带节奏 问你说俄罗斯是 邪恶的侵略者 我想问你 如果我扶持美国 如果我扶持古巴 用导弹对着美国 美国要不要打 百分之两百就会开战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 他们都忘记了嘛 所以在国际 国际政治 谁正义 谁邪恶 往往 并不是 你表面上看到的那样 国际政治 它 地位的是利益 道义是第二位的 甚至是微不足道的 还有那些 把这个美国和英国 当成上帝的 永远是伟光正的 美国和英国说什么 做什么都是正确的 都代表了普世价值 我想问一下这些笨蛋们 2003年 美国和英国 入侵伊拉克 他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吗 没有 他有很正当的理由吗 他有正当的理由吗 没有 他的理由是 伊拉克萨特姆政权拥有 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但后来证明完全只需乌有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不仅在伊拉克全境 没找到 而且在 布什总统退休后的 他老家 德克萨斯 在英国首相布莱尔克 退休后他老家 英格兰 都没找到 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 武器埋在哪里 在布什克布莱尔克的老家 都没有找到 那不就明白 在这个2003年 美国和英国入侵伊拉克 比起普京入侵乌克兰 更荒谬 荒谬一百倍嘛 那你们怎么不选 你们怎么当天不去选择 这个 美国和英国是协和的 入侵者的 那美国和英国 还有什么 资格 去选择这个 俄罗斯入侵的 这不多说了 因为这些人我也知道 是无可救药的 那么我说的这个 新的形式是什么呢 就这个 这个国际次序它被打破 实际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从入侵乌克兰的第一天开始 国际次序 原有的国际次序 就处于结构当中 这个美国所维护的 这个国际次序 就处于结构当中 那么很多人 一听这个国际次序 就认为那还了得 国际次序 俄罗斯挑战国际次序 那还不邪恶 但他们 都没有看到 美国所维护的一个国际次序 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次序 是中国人受共产党 奴役的国际次序 美国的亚尔塔协议是次数的嘛 而亚尔塔协定 规定的中国大陆 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 也就是中国大陆 由共产党来统治 包括中国大陆 还有朝鲜北部 也就是朝鲜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 都有共产党来统治 所以朝鲜战争打成 故意美国 故意打个平手 如果美国拿出 罗曼里登陆那种架势 打德国人那种架势 来打中国的志愿军 来打中共国 中共国能不亡吗 能撑得住吗 因此很多人 他根本就搞不清楚 还以为美国所维护的 世界秩序 做么多么正义 因此举双手双脚 支持美国所维护的 现行的国际秩序 实际上就在 支持自己被奴役 自己自己的 这个祖国 自己的同胞 被共产党奴役 那么 我们再看这个中共 中共 能够延续到今天 在前苏联 前苏联 前东欧共产党国家 还有蒙古变天 三十年后 不仅没有灭亡 反而获得了 经济上的崛起 和国力的 这个腾飞 这是谁造成的 是俄罗斯造成的吗 是苏联造成的吗 是美国造成的 正是美国长期的 对中共的扶持和 推进政策 造成了中国共产党 的腾飞的崛起 和延续到今天 那么维持共产党 对中国的统治 就是美国所维护的 世界秩序的亚太部分 俄罗斯 他如今 乌克兰 对美国所维护的 世界秩序 就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俄罗斯的外长 拉夫罗夫 上个星期已经讲了 俄罗斯特别 军事行动的目的 这个目的 就是要终止 美国对世界的主导 都是要结束 美国 要打破美国 所维护的 现行的国际秩序 那么打破这个秩序 当然就有利于 中国共产党的垮台 为什么呢 现在这个中共 不是跟俄罗斯 航穴一气吗 你这么说 不是胡说八道吗 这些人 他并不明白 这个俄罗斯 向中共求助 与中共背靠背 是 完全是美英北约 逼迫的结果 而不是 他有多么喜欢中共 普京对 共产党 他是鄙视的 他在国内 对共产党势力 他是坚决镇压的 这是他 为了生存的 不得意 那么具体的说 为什么 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会造成这个中共 会造成中共 面临这个政权的 威胁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中共 习近平 他跟前任 胡锦涛 温家宝 江泽民 邓小平都不一样 他是一个 崇拜毛泽东的 一个 反美的 中共领导人 跟普京一样 普京是 民族主义者 普京是 俄罗斯 民族主义的 领导人 那么这个 俄罗斯的 民族主义政府 不仅是 俄罗斯的 民族主义政府 美国 之外的 那种大国 的政府 民族主义政府 美国都是最恨的 美国和英国 宁愿要 共产主义 的政府 宁愿要 外国 受到共产党的统治 也不愿意 其他国家 特别是大国 产生这种 民族主义的政府 为什么 因为共产 共产党 它主要是内耗 内部折腾 破坏本国 那民族主义 它会使 其他国家 会很快的强大起来 成为它挑战的势力 和竞争的对手 我们要看到这一点 你不要以为美英 就是 耶稣 就是 就是 杨雷锋 就是灯塔 这些 通租 通租都是假的 我跟你说 那么 普京 是这个 西方 深层政府 特别是美英 在眼中钉 因为 有普京的这种 民族主义在 你渗透不了俄罗斯 你渗透不了俄罗斯 他们早就想 他们早就想 把普京搞垮 那么习近平 也是这样 他们 现在对习近平 已经是忍无可忍 随着这个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他们对习近平 忍无可能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 不买账嘛 习近平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 的第三天 就做了内部指示 资源和螺丝 乌克兰战争爆发了 三天之内 满洲里 水封河口岸 满洲里口岸 一列列 那个货运列车 满洲里 一列列货运列车 满载的货物死亡俄罗斯 水封口 是卡车车队 水封河 水封河 它不是铁路死亡 它是卡车 是气运的死亡 一列列 长长的 这个 汽车的车队 满载货物死亡俄罗斯 这个都是国内网友 亲眼证实的 那么 拜登政府 他嘴上 虽然 没有高调的谴责 中共 没有那么气势宣传 像对俄罗斯那么气势宣传 你以为 但你以为 美国和英国 还有北约 他不知道 中国 大力支援俄罗斯吗 虽然西方主流媒体 没有那么高调 那么强烈的谴责中国 但你以为 他不知道吗 如果你以为 这个美国 美国人和英国人 是傻瓜 那你才是真正的傻瓜 他 精力清楚得很 从开战之后 三天之内 他都 他就知道了 美国的卫星 那么发达 他 他哪都看不到吗 看不到中国边境 发生的这些事情吗 看不到 中共国大写的运输机 飞往俄罗斯吗 他什么都知道 但他隐隐不发 只是反反复复 都要求中共国 要收敛 否则 面临制裁的后果 但雷声大 有点小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这么制裁 不会有用 不会有多大的作用 因为中国现在没打仗吗 你现在你还 你一方面你要支援乌克兰 你另一方面你要制裁中共国 你效果不好吗 而且国会也不见得通得过吗 因为华尔街与中共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 穿一条裤子 因此 他现在暂时隐隐不发或者手发 但他心里清楚 他怀恨在心 心里恨透了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大力支援俄罗斯 导致他与拜登为代表 以拜登约翰逊为代表的美英 深层政府 矛盾 已经上升到不可调和的状态 那么他们就 在紧锣密鼓的 要搞掉习近平 他们引诱 逼迫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主要目标之一 主要目标也是要搞垮普京 但为什么现在还没搞垮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中共国大力支援俄罗斯 拜登不是扬言 要让卢布变成废子 结果卢布不仅没有变成废子 反而现在涨回到了 接近战前的水平 这什么原因 拜登心里清楚得很 约翰逊清楚得很 主要是因为 中共国在大力支援俄罗斯 在金融上帮扶俄罗斯 帮助俄罗斯 肉开金融封锁 购买俄罗斯 大量的产品 因此他们怎么不恨 所以随着这个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他们与习近平的矛盾不可调和 那么他们怎么办 美国和英国是省油的灯吗 他们怎么办 他当然有招 什么招 台湾这张牌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 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 对中共是极具的强硬 佩洛西得了这个新冠 本来想要到台湾去访问 得了新冠 赞士们去 现在是新冠好了 又准备要去的 他就是历寨的 踩踏 中共的红线 要刺激中共 他刺激中共 他刺激中共打台湾 美国现在是 他不是防止中共打台湾 他怕中共不打台湾 他刺激中共打台湾 可惜啊 可蔡英文政府啊 蔡英文他像捡了一块宝贝一样 乐不失手 美国就要 现在正在把这个台湾 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这对中国变天 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那么接下来美国 他说是 他就会大力武装台湾 而且进一步踩踏 中共的红线 直到引爆 中共沉台 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习近平搞掉 因为打台湾 表面上看好像 中共的优势更大 因为台湾比乌克兰小得多嘛 只比海南岛大一点 而且台湾更容易封锁 而且台湾的上午精神 很可能比不上乌克兰人 因为乌克兰多年战乱嘛 而且民风强悍 但问题是 中共国不是俄罗斯啊 普京的统治很开明 而且之前他一系列民族主义的那种成果 包括拿下克里米亚 包括在这个 格鲁基亚挫败 美国和北约的计划 包括在叙利亚挫败美国 还有他国内也很开明 因为他的互联网一直没有反火墙 直到这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 因为脸书上一片这个 咒骂 甚至扬言要杀掉他的这个声音 他才封了脸书 但习近平 你能比普京吗 习近平现在他 搞这个 文革式的这个封城防疫 搞成一根筋 搞成搞得20个大大中城市的经济停摆 祸国殃民 封死了多少人是国家机密 封的这个到处 北上广 到处都是嗷嗷叫 封的 每天只能吃一餐 封到看不了病等死 明月冲天 你能等 你能比俄罗斯吗 因此 打起来 打起来 一旦 拿不下台湾 或者 短短时间 遭到 巨大的审视 遭到挫折 比如说像普京 第一周闪电站那样 审视惨重的话 习近平的风险就会很大 谁能保证解放军 解放军不发生这个滑变 谁能保证 进攻台湾受挫之后 不会发生政变 谁能保证 打台湾之后 会不会多地发生 反封城反暴政的游行示威 谁能保证 习近平在打台湾受挫以后 中共党内的反习势力 会不会 对他进行暗杀 因此打台湾 打不下他的丸子 普京打不下 普京打不下 还可以挺到现在 他能挺到现在吗 因此 俄罗斯入侵福克兰 造成这个 带来这种形式 非常有利于中共夸戴 拜登他们最恨的 就是恨的 他已经这么 衰竞的情况下 习近平仍然 大力支援俄罗斯 拜登对中共 衰竞到什么程度 衰竞到 他上台以后 这一年之内 川普对中共国的 遏制限制政策 他取消掉了一百多条 但是习近平 他一点面子都不给 反而大力支援俄罗斯 这拜登就忍无可忍 恨之如骨 而且 这个习近平 原俄抗美 并没有得到 中国共产党党内的 一致支持 朱镕基不是发出公开信的吗 当然这个公开信 是不是他写的 是一个问号 但 肯定反映出中共党内 反习派的 强大的心声 其中一条就是 强烈反对他 亲俄反美 因为朱镕基是亲美的嘛 胡锦涛 朱镕基是亲美的嘛 江泽民是亲美的嘛 江泽民是最大的亲美派嘛 胡锦涛、温家宝也不反美 当然他们也不反俄 因此 入侵福克兰 对中国变天是有利的 那些挺乌的乌皇 是 是笨蛋 是笨蛋 非常肤浅的笨蛋 如果这个俄罗斯 占据优势或者取得胜利 那么中共 打台湾的这个动力就会更强 中共打台湾 等于是跟美国深层政府彻底撕破脸 中共自愿俄罗斯 使得中共跟深层政府矛盾不可调和 那么中共一旦打台湾 中共与美国深层政府彻底撕破脸 美国就会 竭尽全力的 让台湾变成 东亚的乌克兰 让中共失血 这是保证 这是要确保你不能迅速拿下台湾 那么习近平垮台 习近平背后后院起火 中共国政变 这风险是不是很大了 如果这个俄罗斯被打败了 那么习近平是不是更加不敢对台动手了 他更加不敢对台动手了 那么中共的政权是不是风险更小了 因此随着这个乌冬 俄罗斯把那个重心向武冬转移之后 重新占据这个优势 重新占据这个优势 那么习近平 他对台湾动手的可能性在增加 而且美国 拜登政府正在故意刺激着他这一点 把他拖进台湾进行消耗 中共被拖进台湾 遭受消耗之后 他对俄罗斯的资源是不是有限呢 这就是美国的奴役算盘 当然美国并不在乎台湾人死活 你死多少被打成废墟也好 他根本眼睛都不会眨下 因为都是你们华人嘛 你们劣等的华人 台湾会不会被共产党统治 他更是无所谓 他只需要搞垮习近平 他只需要搞垮习近平 结束中国共产党的反美的外交政策 的外交路线 好的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